同样赶着上班 同样都是劳工 但身份可能大不同 派遣劳工受雇于人力派遣公司 但被派到另一个公司工作 这些劳工薪资低 就业不稳定 劳动条件差 也埋下社会不公平的因子 2008年东京秋叶园街头 发生25岁的派遣工 加藤赤大疯狂砍杀路人事件 造成七死十伤 他说工作不稳定 社会不公平 让他很绝望 这起事件让日本注意到 劳动派遣已经造成社会问题 农金日比谷公园 失业的派遣工无家可归 在公园组成跨年派遣村 让日本政府正视到派遣问题的严重性 这本的经验 台湾工会呼吁马政府要重视 立了一个法之后 有没有可能把台湾的劳工 带入贫困就业不安定的失业状态 年代台湾下一代的教育问题 台湾的教育的问题 台湾的治安问题 都有可能发生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加以重视的 根据官方数字 目前我国派遣工将近60万 占劳动人口6% 日本派遣工将近400万 占8% 比例虽然不相上下 但日本在25年前就立了劳动派遣法 日本工会也以过来人的经验 告诉台湾工会 目前台湾政府提出的 劳动派遣相关法令 一下子开放太多很危险 台湾的政府现在所采取的是一步到位 他们告诉我们这样的开放是很危险的 他们建议我们 台湾应该逐步来试行派遣 从高专业的派遣开始 不要一下子全面去做开放 目前政府打算修劳基法 立劳动派遣专章 要保护国内的派遣工 参考日本经验 全产总及多个工会团体 特地到日本考察 将提出工会主张 要让劳动派遣法令 发挥保障劳工的效用 好 我们刚看到这种可抛式 可租用的劳力时代 好像来临的 台湾会不会布日本的后城 这个是我们公事特别到 这个日本去采访的一个影片 所以我们刚刚看了 这样的一个影片的时候 其实台湾的劳工朋友 好像很担心 所以我们再来进一步问一下 你们担心的这个派遣 是在担心什么 从他立法的方向 我们感觉到是他要就地合法 因为国工营事业 甚至工部门用了太多 太多的派遣劳动 假如那些都是非法的 你今天法修过就是让他合法 就用国防部来讲 他有超过了100% 120几的派遣劳动 左右非典营的雇佣 你假如今天这些法令通过 是不是这些人完全就地合法 甚至像刚刚国美馆的那个状况 他变成就地合法 你所谓的就地合法是 他就变成一个不是正式劳工 他就不是正式劳工 他就是合法的正式劳工 他已经是事实上是在 台湾的法令上 事实上是违反劳动基督法 他假如适用劳动基督法 他就违反劳动基督法的 可是这个法通过的话 像国美馆这样聘用关系 他就是合法的 就一直以后就维持这样的 而且国家事实上并没有减少支出 只是表面上说我在精简人力 事实上把所有的东西 变成外包 是所谓的非典工作的 这种状况是 国家是有责任去建立一个 稳定的工作 安定的生活 可是国家反而创造了更多的 不稳定的就业机会 甚至不稳定的工作机会 我可不可以打个断 你现在担心的是说这个立法以后就地合法 会让台湾就就这样子不可收拾 对不对 可是如果不立法的话 我现在也在谈 就是不立法这些派遣的劳工 他们的劳动权也受到很大的一个剥削 所以你觉得应该立法还是不应该立 这个东西从这样子去看 好像说因为这些反对的人 都是因为他是政治员工 可是我们要看到是 我们大家都希望是有一个政治的工作 从人性思考 或是从人权 刚刚讲的是劳委会上面有一个 人性 不是 人性后面还有一个箴言 箴言劳动 箴言劳动更重要 你今天所有的工作是 没有办法带来你的箴言 刚刚包含2008年 箴言杀人事件 就是因为他在工作的职场中 找不到他真意 相会不公平 问题在这里 那我们就来问一下主委 因为你的施政理念 从尊严 人性 安全 平等 这是你的施政理念 所以你面对派遣这个议题 你到底是赞成立法还是不赞成 因为他们很担心 我应该这样讲 其实我们常常跟工的朋友在沟通 老毛也是很熟的 那我应该这样说 他们一直觉得说 目前现阶段存在的派遣 就已经是非法的 就应该去取缔了 可是凭良心讲 就是说 至少站在主管机关的立场 我们来看待这个议题的时候 我应该重申 第一个我们对派遣劳工的处境 我们非常非常的重视 我们也觉得 一定要正面去做一个处理 但是如果用现行的法令规定 去做处理的时候 我们在劳基法里面 凭良心讲 还真的找不到条文来做规范 不然不会今天整个 就会市场里面 从以前到现在 存在着将近50万 或者50多万的派遣劳工存在 如果他是非法的 早就应该被取缔了 不应该有这样的现象存在 所以对我来讲 我都觉得 现实目前已经存在的议题 如果我不去规范它 我就等于是放任 所以我是觉得有去制定法律 规范的必要 有必要的一个 好 那如果有必要的话 到底要怎么定 我不想韩事先 你自己在看这个 如果要立法 你们的期待是怎么样 因为其实派遣 我们看一下 它是三角关系 就是这个受委托的这个单位 他跟这个劳工定一个契约 然后他被派遣到一个公司航号去 那公司航号是跟这个 委托单位的一个合作 那可是这里面呢 经常他在这个公司 发生劳动安全的时候 其实他不晓得要向谁申诉 这里面有产生很多的问题 所以韩事先 你怎么看 我想劳动派遣 就是说在过年前 我们公会到日本去拜会之后 他们再三的跟我们讲 从1985年日本开始劳动派遣法 立法到1999年 就整个几乎泛滥到 就全面开放 因为改采负面表裂 然后到2003年 连制造业也开始发生 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 人登陆更复行的 那个制造业劳工都可以使用 那到现在他们日本政府也好 民间也好 工会团体也好 已经在思考说 哇 这个已经变成一个 很大 很严重的社会问题了 那回到我们台湾来看 就是说现在劳委会的那个版本 其实我们看到是摇头 那不代表说 我们反对说任何的立法或修法 那当然站在工会的看法 会认为说 今天如果这样的一个立法或修法 是这样的话 因为劳委会他现在只有 用所谓的负面表裂 这就是刚刚影片里面我们看到的 他们劝我们要一步一步来 你如果用负面表裂 那就完蛋了 台湾的社会也会冲到日本的后城 那我们的看法是 如果要做 我们应该 从正面表裂 而且是 是有限制性的正面的一个表裂 为什么 因为我们应该要去考虑说 这个派遣它会造成所谓的 工作不稳定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劳工的这个工作不稳定 从所谓的高度专业性 而且呢原则是禁止派遣 但是我可以有一些 高度专业性的一些 工作的职位可以开放 那有一些行业 或是有一些条件是不可以开放的 比如说他已经有聘雇外劳的公司 你为什么要再让他用派遣呢 聘雇外劳已经让他省 省下很多的人事成本 你还要让他开放吗 那第二个呢 你说他这两年有一个很不好的 劳资关系记录 比如说他一直用所谓业务紧缩 或是劳工不升任工作 然后去解雇员工了 那他这样的雇主我们也不应该 那第三个 这个老委会也有提到 就是说如果这个 他是要用来做所谓的替代那种 罢工的那种也不可以 我想其实有一些条件要放进来 我们一定不可以让他就地合法 你一定要先开始去考虑 管理怎么去管理他